菲菲英语 必为精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菲菲老师的初一人教版的春季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 哇塞 十一到十二单元 我们离我们的曙光成功也不远了 不知道你做好了准备了吗 那今天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教材课本 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十一十二单元的满分冲刺的教材部分 同样本课有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叫做Unit 11第十一单的教材重点课文回顾 所以请同学们跟菲菲老师一起打开我们的第六十五页 Page 65 我们一起来学习本课的课文 听门叫June the 15th Today I went on a school trip 如果你定位成功 那你想要读得干嘛呢 先暂停一下 用五分钟的时间通读一下这两篇文章 有人说这次trip挺好 也有人说这次trip不好 读完了到底是公说公有理 还是婆说婆有理 还是你有你自己独特的见解呢 那菲菲老师先让开 五分钟以后咱们不见不散 好同学们欢迎回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读完了呢 那跟着菲菲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 来看文章的第一句 就是个挺有意思的句子 叫月日 美国人嘛 一般先把月份写前面 再把日期写前面 最后才有年 我们叫月日年的顺序 不像英国人从小写到大 要英国人先写日 再写月 再写年 无所谓 只要你别写咱们写年月日就可以了 June 然后呢六月不能写十五 因为它是六月的第十五天 得哪去了呢 被他给省掉了 你家得也可以啊 读的时候要读出来 我不能读June fifteen 要读June the fifteen June the fifteen 比如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你要先写月 March 然后八号叫8th 但是读的时候要读March B-A-S March B-A-S 三月的第八天 现在要更懒的呢 不光把得省了 还是就光秃都写出基数词 然后我都会直接给我读一 March eight 你解密码了 可不能这么干啊 还有读称March D-A-S March D-A-S 基数词 细数词的读法 那么这里说 六月十五号啊 I went on a school trip 哎呀老师 今天怎么能用过去识啊 谁说今天就能用现在识呢 今天我做了好多作业 背了一千个单词 这就能用过去识 什么能说呢 哎呀我都很聪明 肯定晚上睡觉前夜算今天嘛 那么今天还挺充实的啊 背了一千两个单词 看了三篇文章 嗯感觉特别充实 我脑袋后面都要出现功魂了 当然太充实了 叫做Today I went on a school trip 估计了回忆今天的事情 首先我们以前学过trip 还记得这个词吗 当时我们讲的trip叫做短途的旅行 而长途的旅行叫journey 多长途啊 折磨你 当时还说有一本小说 我不知道你读过吗 叫The Journey 长途旅行去哪呢 To the West 什么叫去西方的长途旅行啊 就是西游记的英文名字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而trip一般就是短途旅行 今天我去北京玩 报了一个北京日一日游 A Day Trip Around Beijing 那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trip的词组 老师我们去旅行 去旅行那个词组呢 有同学go trip 那可不行 go后面不能直接给我加名词 你总能是go school吧 也得说go to school啊 所以记住叫哪个词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叫go on a trip 去旅行 或者你也可以说go on a journey 都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不喜欢go out 我们用take a trip take a journey take后面就不要加上了 他们意思都是去旅行 For example we took a trip take的过去时 to an island island是哪儿 岛呗 是地 也是块入地吗 昨天我们去一个岛 早上旅行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吧 go on go的过去是叫 we went on a trip to an island yesterday 那同样 今天我说 我打算明天有钱了 去法国旅行 那就可以说打算 逼宫吐吧 I am going to 或者将来是 I will take a trip 去哪儿 去不就是to吗 to France next year 或者 I will go on a trip to France 所以这就是 四组 去旅行 一定要牢记 基本上 take a trip 或者go on a trip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旅行 比如举个例子 什么叫we take a school trip 那不就需要春游秋游那种 学校的旅行吗 有些你爸爸去哪儿了 he took a business trip 什么叫take a business trip 一个商务旅行 还是短途的 不是三年见不着了 那是出差的意思 坐飞机坐我车 昨天出差了 my father went on a business trip yesterday my father took a trip yesterday 那还有什么旅行 take a side-seeing trip 什么叫side-seeing 观光的意思 看紧去了 side-seeing 我旅行啊 基本不喜欢购物 我喜欢坐一个大坝 坐一个船窝 坐在城市一圈 I like taking a side-seeing trip 所以这句话的一个经典次数诞生了 说今天啊 我去了一个 参加了一个 或者进行了一个 学校的旅行 I took a school trip I went on a school trip 好继续 we visited 参观 the science museum 哪啊 科学博物馆 and it 这个it肯定指的是 科学博物馆 was really interesting 加兰纪 修饰物体 怎么发现啊 令人觉得有趣的 and we were interested in it because it was interesting we got there so fast by train 我们坐火车 到那儿 如此的话 goat的原型自然是get 那老师get 我记得以前我们学校老师说要加to啊 比如到学校要说get to school 到一个 比如说到一个岛上 要说get to an island 到工厂 get to a factory 到那儿不得说get to there吗 你错了 名词的前面一定要加get to 但因为有三个词 它不叫名词 分别是这儿 here 那儿怎么说呀 there 加home 这三个词很奇怪 老外给起个名词叫副词 也就是他们前面不加get词的 比如我说 我去学校 I go to school 但如果我说我去那儿 不能说I go to there 直接说 I go there 我到达学校 I arrive at school 但是遇到他 I arrive here 我跑着去哪儿呢 去工厂 I run to the factory 到跑回家 I run home 所以记住 这三次出现 前面不能加接词 go home go there come here 不能说come from here 或者to here 除了一个固定词组 王八掌制装乱规定 在家 人家都这么说 叫samba days at home 是固定的 别的是不能加接词的 所以在这块没有用错 同学们 你要是给我加个接词 go to there 我才算你错 go there 或者go to the place 我们到了呢 如此的快 这里的快是一个副词 修饰到的快 如果你用quick的话 你是不是得写成quick了呀 we got there so quickly by train we saw some farms 我们看见了一些 farms 农场 and villages 村庄 along the way 沿着角路 一路上看到了农场和村庄 at the museum 在博物馆 I learned a lot about robots 这个词中我读一下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机器人 单数一起来 robot robot 大声读 robot 那么于是他说的 在博物馆啊 我了解了很多 机器人 关于机器人的东西 老师 这块能不能说 in the museum 我说没有问题 但是at绝对好 老师at和in 都加个地点 它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说at加小地点 这胡说 你肯定记得arrive at 那两码事啊 同学们 at一般加地点 比如体会体会 什么叫 he is still at work 他正处于工作中 这块肯定不能够in 因为at加地点啊 基本表示的是 跟这个地点 发生一些抽象的活动 老师这太虚了 什么叫抽象的活动 一家地点 就只强调在这个地方里 除此之外 别无他用了 还是不理解老师 比如去过这个地儿吗 比一半 七星期的 三船酒店 据说住一晚 好几十万的 好几十万是一晚上 据说他们那个 就说那个宾馆里的画 都是世界名画 你要想吃饭 不用自己做 一个电话 什么法国大厨 什么就全来了 在屋里给你碰巧 特别的豪华 说呀 我有机会 想去那住 有一天听说 你朋友在那住店呢 你很羡慕 你问他 你真在那住吗 他说 yes I'm at the hotel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有at的意思 就只跟这个酒店 发生抽象的活动 能跟酒店发生活动 住店的意思 你都check in 都结了账了 这种感觉 但如果你说 I'm in the hotel 只是想到 你在这个宾馆里头 待着你未必住店啊 你都去那住了 真假的 I'm in the hotel 那就露馅了 估计干嘛呢 在里头借个厕所 上厕所呢 或者在里面拍张照 跑出来了 或者在里面看一下 这就是七星级啊 我们老师课上讲的 行了 我走了 哎呀 下雨了 避雨 都有可能发生啊 那同学们 那什么叫做 at a restaurant 妈妈 别跟我打电话 we are at a restaurant 你跟餐馆 发生了抽象的活动 叫做 吃饭 进餐 但如果说 I'm in the restaurant 那就可能 哎呦 想上厕所 内集 哎 买到了肯德基在那 我那里又上厕所 可以上厕所 I'm in the restaurant 我现在在那个餐馆里头 当然 这个这个 人家因为你 服务员看你进来了 先生 您吃点餐 还要什么呀 我大便 当然几个例子 不说他了 那同学们 那什么叫做 at a cinema 很好 那就是看电影的意思 你跟电影院 他发生了活动 in the cinema 那干嘛 上厕所 除了上厕所 没别的了吗 在那边扫扫地 几个例子都可以 比如开会 所以英文就叫 at the meeting 发生了活动 你们干嘛呢 我们一家的 看欧运呢 we are at the Olympic Games we are at the Olympics 反正你们会发现 at的东西 都是一种活动 发生的场合 所以我觉得这里 我爱词特别好 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你要in the museum 可能是上厕所 那么 I learned a lot about robots I didn't know they could play chess with us 我不知道 看得过去是 别忘了叫酷的 酷的后面 指甲动词原型 酷的什么意思啊 能够 我不知道他们能够 词词我还记着吗 咱们上一期想过 play chess 下棋 英文中 棋牌类是没有贯词的 打牌怎么说 play 有他给我写一card card的一期张卡片 你打这牌 你看完了我看 他还有52张的 去掉大王小王 那么同学们 叫play cars 而下棋叫play chess 前两年中堂 考了这么一道 缺德题 当时他这么说的 有些人可能有印象 就说 Tom 喜欢 like 然后playing 然后gar bridge 让你贴 厄安得 还是不贴 有才当然就傻了 Tom喜欢玩 乔 乔怎么玩啊 乔只能拆 于是都愣了 有才也写出来了 因为这的bridge 有才就是什么意思吗 他取得第二个意思 除了乔之后 还是一种牌 乔牌 谁玩乔啊 同学们 棋牌类 零贯词 Tom likes playing bridge 不要加得 play chess 记住他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往下走 It was so cool 太棒了啊 竟然 既起而共了 下棋 Then 然后 the guide 跟我读一下这个词 一起来 guide 再来一遍 guide 什么叫guide 导游同志嘛 导游的意思 有同学不知道这个词 taught 谁的原型啊 P-A-C-H 过去试 跟我读一下 taught teach taught 以后这么几单词啊 teach taught 导游教给我们 how to make a model robot model现在都知道了 模型的意思 一个模型的飞机 model plane 有的人家里有很多的模型汽车 model cars star model本身也有模特 那是人的模型了 这里是机器人模型 导游还告教给我们 怎么去制作一个机器人模型 老师这是什么结构 这就是本科的一个小句型 记住 我们叫特殊一问词 HW开头的特殊一问词 加todo的用法 什么意思 习惯就行了 我不知道做什么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不知道去哪里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诶 系统姐妹的表达 我不知道是否出去 I don't know whether to go out 我不知道她是谁在说话 I don't know who to speak 所以习惯就可以了 how to do what to do where to do when to do 那习惯就得多做题 这三道题能做对吗 虽然有一点点难度 但我刚刚都讲了 故意能选对 暂停一下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来讲 好 同学们欢迎回来 不知道大家做完了吗 我们来看第一题 I will go to Harby 国际是东北的题 for my summer vacation 夏天的假期去 Harby 一定很凉爽 what about you 那你呢 I haven't decided decided决定 haven done 咱们戳上去就会讲到了 先完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决定呢 去哪 所以where只加土度 where to go 别的就别问为什么 人家不这么说 where to go 去哪 where to do where to go 我还没决定呢 什么时候度假 还记得那个去旅行 叫take a trip take a journey 同样holiday也是旅行的假期 所以四组一样 叫take a holiday 或者还有谁来了 go on a holiday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去度假 唾一般都发现 去 去 去哪 什么时候去度假 when to take a holiday 好 第三 can I help you dear 亲爱的我能帮你吗 是的 我不知道 什么 a banana milkshake 一个香蕉 奶 shake 摇动 你见过那种吗 这个东西摇摇摇摇摇 最后摇出 奶昔 知道就行了 maybe you can help me 可能你可以帮助我 我不知道 选哪个 有什么做什么 那做什么不告诉你 做香蕉奶昔了吗 什么时候做香蕉奶昔 香蕉奶昔 你愿什么时候做 什么时候做 当然是how to make a banana milkshake 怎么去做一个 香蕉奶昔 没问题吧 那当然 还有这类似这样的题呢 也就是同一句转换 他给你写的 比我们来看第一句 he showed me how I can start the online tour 他展示给我 我如何能开始个网 在线的旅行 什么叫在线旅行 现在有一点击看视频 哦 这就是纽约啊 不用去了 真剩钱 只需要花一块钱 当然举个例子 那你怎么变啊 就发空 那就是他展示过 如何去开始吧 how to start the online tour 是不是更简洁 有利干净了 那你试试二三四五 两分钟 暂停一下吧 好同学们 欢迎回来 不知道来做了吗 来看第二题 I don't know what he said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那同学们 这个I don't know what什么呀 to say 那么同学们 当然了这句话呀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和I don't know what he said 这两句是一个意思吗 绝对不一样 这里说的是啊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如果你用这种句话怎么翻 我不知道去说什么 谁去说什么 那是我不知道 我去说什么 所以我估计很多朋友 都喜欢这个句子 但我非得了会告诉你 这两个不叫同一句 能明白吗 所以这个一定消息 没有办法替换 你看这里是 他展示给我 he showed me how I can start she showed me 但是这里并没有 你做同一句 只是让你给人todo 但你注意这两句话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来看第三 Tom forgot when he met his friends Tom忘了什么时候 他见他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说 Tom forgot when to meet his friends 这两句是同一句吗 他忘了他之前 什么时候见他的朋友 大家这句话怎么没 他忘了将于 什么时候去见他的朋友 之前什么时候见过 忘了是三年前四年前 这是明天而后天的事了 大家看这个 Sandy's wondering Wandering就是想知道 where she asked for help 他在哪儿寻求的帮助呢 Sandy's wondering where how to ask for help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之后的事情 这是现在的事情 Sandy's想知道 将要去哪儿去寻求帮助 Andy does not know how he writes the report 他不知道怎么写报告 Andy does not know how to write 我觉得这两句差不太多 所以有都是土度啊 和那个句子又不太一样 你就学我 土度 就之后 要去做什么事 比如这句话怎么翻译 说导游教育们 怎么去做一个模型 他先告诉我们之后去做 能明白这意思吗 于是 I took a lot of great photos to 这个小司徒还记得吗 照相如果你忘了该打了 照相思组叫 take a picture 或者take a photo 这词 哦 不像什么 这狗真可爱 我给小狗照了一张像 I took a photo of the dog 我给这个建筑照一张像 I take a photo of the building 这里说我们照了很多的像 I took a lot of great photos to After that 在那之后 I went to the gift shop 去了哪了 礼品店 I bought some lovely gifts 买了一些可爱的礼物 为了我的父母 注意重点东西上场了 Bot的原型都认识 谁啊 Buy 关键用法你会吗 一定记住 双兵已擅长 请牢记 Buy somebody something Buy something 后面的这次最爱考了 For somebody 几个例子 我给妈妈买一个礼物 马上要到母亲节了 我们就用现在说啊 I buy 我的妈妈 不是买妈妈啊 老爷就这么明写 Buy my mother 一个礼物 A gift 到底怎么说呀 我买了一个礼物 I buy a gift 为了我妈妈 用哪个借词 For my mother 这就是 Buy somebody something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我给我弟弟买一玩具 玩具怎么说啊 Toy 怎么说一起来 I buy 我的弟弟 My brother A toy 到过来呢 I buy a toy For my brother 再来 我给我自己买一本书 I buy 我自己 Myself 那就是 一般很小时候买我自己啊 I buy Me A book 很小时候买我自己 真把自己买了 I buy me a book I buy a book For me 而全这样词还有吗 那家for的 有 这几个要牢记 分别是做饭 怎么说 今天我心情好 我给我妈妈做了一顿饭 看好了 I cook my mother 晚餐 A meal 一顿饭 到过来咱们说 I cook a meal For my mother 画画的画还就是咱们说吗 一起来 Draw 再来一遍 Draw 我给我妈妈画了一张照片 I draw my mother a picture I draw a picture For my mother Make 我给我妈妈做了一个蛋糕 I make my mother a cake I make a cake 为了我的妈妈 For my mother Sing是什么意思 唱过生日 还给妈妈唱一首歌 I sing my mother A song 倒过来 我唱一首歌 I sing a song For my mother 那但是有多少人买这么多 是不是卖也一样 Sell somebody something Sell something for 错了 Sell跟他不一样 所以特别难记 Sell somebody something 就是一样的 看后面 Sell something 注意借词是 To somebody 我卖你一本书 I sell you a book 倒过来呢 I sell a book to you 我卖你了我的玩具 I sell you a toy 倒过来呢 I sell a toy to you 而不能是for 所以挺奇怪 这里用的是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你完全可以到说 Bought my parents 直接加 Some lovely gifts They weren't expensive 他们不贵 但是重点词就出现 跟我读一下 All in all BP也不贵 All in all 什么叫All in all 一本中两个词 长得特别像 到时候你就会 一个叫All in all 一个是把第一个 O切了叫In all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 天壤之别 All in all叫做 总而言之 归根结底的意思 总的来说吧 权衡各个方面 你今天看这些怎么样 反正你要说让我打分 咱就不说气 总的来说吧 All in all The movie is good 总来说 你别说细节 那个虽然声音有点杂音啊 或者那个有点双眼 但总来说你说音效 还是说特技 还是说投资 还是说场面 还是不错的 这叫All in all The movie is good 老师这个新的游戏怎么样 我要从各个方面来讲嘛 All in all It is a good game 值得你去玩 总来说还是挺好的同学们 这叫总的来说 老师什么叫In all 那是算数题 共计是合计的意思 老张钱五块 老李钱五十五 老三钱五五块 有时候老李太惨了 怎么都是零钱啊 加到一起二十五 In all 总共是 Eater is twenty five R&B 愿 那个举个例子 They were twelve of us In all for dinner 什么意思啊 出去的晚餐 总共一共是算来算去 十二个人 那这里叫All in all 怎么理解啊 还说了这么多吧 总的来说 It was an exciting day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天 Interesting 令人觉得有趣的 注意 修饰的词都得是误 那光说好的不行啊 下一开子上场 他是这么说的 I think today's good school trip was terrible 这个星文字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Terrible 估计猜都能猜出来 他的意思叫坏的 那么英文中好和坏 为什么不用good办 就叫好good 多土啊 你想说好 那极好怎么说 咱们中文叫太棒了 美智了 盖了帽了 绝了 太牛了 对吧 英文怎么就能就这一个good呢 英文有很多的极好 第一个常见的 跟我读下不起来 Fantastic 再来一遍 Fantastic 大声读 Fantastic 我醉的食物怎么样 The food is very good 真土 你不是这么说 The food is fantastic 第二几号都是同一词 Wonderful 上次有个人问我老师 这是几啊 我说四 四的英文怎么说 Four 那这个呢 这是什么 Wonderful 我说太冷了 不说了 Wonderful就是Fantastic 这里的天气怎么样 The weather today is good 配 The weather today is wonderful 第三音起来 这个词更简单 Great Great 他是一好人 别再说 He's a good person He's a great person He's a great person 是个极棒的人 下面一个一起来 Excellent Excellent 注意他听写 E-X-C-L-E-N-T 要记住啊 极好的一起来 Excellent 哎老师你看我的书写 My handwriting怎么样 你的书写太棒了 Your handwriting is excellent 最后一个是高中词了 可以记住啊 一起来 Terrific 再来一遍 Terrific 大声读 Terrific 老师他的学义怎么样 Oh terrific 老师这个人怎么样 He's a terrific person 天气怎么样 The weather is terrific 书怎么样 The food is terrific 那有极好就得有极坏 那大爱的极坏怎么说呢 不过夸人一般都有很多 要骂人基本就很少了 极坏英文就两个 一个是你今天看到的 给我读一下 Terrible 他的意思叫very bad 还有就是马上就会学到的一起来吧 Awful Awful Terrible Terrible 老师你看我书写怎么样 我那个取你的书写跟狗爬的 老师什么叫狗爬的 就说你个狗能看得懂 别人都看不懂 Your handwriting is awful Your handwriting is terrible 老师这个书怎么样 给我恶心话 友团爱吃生的鱼 半米饭吃 我都想吐 The food is awful The food is terrible 但人者见人 智者见日吧 友团就喜欢吃这种生鱼饭 Oh 老师我觉得 The food is fantastic 我不吃都行 再加点巧克力 哇 绝了 当然就吐了 同学们 Awful and terrible 所以作者并没有用bad 而是用too bad Terrible 还有人说好 太刺了 We took the train to the museum 坐火车去的 So hot On the slow train 在这个慢慢的火车太热了 注意在火车上不用in the train 而用on the train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想想 上公交车怎么说呀 Get on the bus 上火车 Get on the train 上船 Get on the ship 上飞机 Get on the plane 为什么这几个的系统要on啊 外国人讲 on不得往上 你开门往上动两步 对对对啊 公交车开门 看都不往上动吗 有这么说 同学们走了 我公交车来了 走了 哎呦我天 大胯都没了 你可能上两步 Get on the train 同样 Get on the train 火吹的上几步 Get on the bus 上船不更得上了吗 加板 增加板 该当的事 上飞机更长 Get on the plane 骑自行车 就要get on the bike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骑自行车 你肯定往下 南团搜后 走你一上 你走一搜前 就上去了 上马 Get on the horse 都是这么来的 但是这俩 我们一般用意 哪俩呀 上小汽车 Get in the car 上出租车 Get in the taxi 为什么 因为这是出租车 你高出租车高 不信BB 肯定你高 Get in the car 你上车 你上来了 出租司机都傻了 大哥大姐 在上面也得给钱 我的天 你就是要疯啊 所以你一般都是 往里钻 Get in the car Get in the taxi 给个儿矮的 还得推 往上往里爬 感觉懵懵哒 大家不说这个了 所以同学们 老外这意思 当上比你高的车的时候 Get down 当上比你矮的 Get in 所以你都是这么上来的 你动态是这个 静态也是这个借词 别人打电话 在公交车上 I'm on the bus 别人打电话 在火车上 I'm on the train I'm on the ship I'm on the plane I'm on the bike I'm on the horse 别人打电话 我在汽车里呢 I'm in the car I'm in the taxi Sit to叫 On a bus In a car 注意借词不一样 人家没写错 同学们 在火车里特热 人家就用On 你问你还算错呢 有个人有没有On the train 老师你不在火车上 你骑着火车还能热 不是骑着 就是在火车里闷啊 The music was big and boring 大 但是不是exciting 令人兴奋 反而的反而是 boring 什么意思啊 令人感到无聊的 所以我就感觉 非常的bored 这就是人 没就是物 Everything was about robots 所有都管机器人 我不喜欢机器人 也没有韩剧和明星 I'm not interested in that 我对此不感兴趣 Be interested in 老子足了 The rooms were really dark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take photos So I didn't take any 很难去照相 我就没有照一些 photos 能不能照相呢 不行 还记得吗 三明云肯定居中 Annie云否定 和疑问居中 这里就是否定 所以我没有照一些相 There were also too many people 还有很多的人 太多的人了 I couldn't really see or hear the guy 我真的不能够看见 和听到那个导游啊 The thing in the gift shop 他也去礼品店了 不过东西是 如此的贵 I didn't like the trip at all 他觉得很terrible 不过对我一个词组叫 at all 前面还加了一个not 你还记住什么叫 not at all吗 那是对not的 彻底否定叫 根本不 一点也不 叫not at all 我们发现成 一点也不 一点也不 举个例子 I'm not hungry I'm not hungry 我没生气 你别在乎 我一点都没生气 怎么说呀 I'm not hungry 把at all 搁后面就行了 at all not at all 一点都不生气 再来 他不高兴 你什么不高兴 他一点都不高兴 He's not happy at all 再来 He doesn't like fish 他不喜欢吃鱼 你别给他吃那鱼生饭 别给他吃啊 他一点都不喜欢吃鱼 他闻见鱼味都不行 他闻见鱼味砸桌子 He doesn't like fish at all 你叫at all 就是not 他彻底否定 I don't live in this house 我不住这房子 别找我了 我压根就不住这房子 这房子别人都早卖了 I don't live in this house at all 所以 There isn't a bus in front of my house 在我们家门前 根本就没有一辆公交车 There isn't a bus in front of my house at all 其实不就是家中仪器吗 I didn't like the trip 我不喜欢这个旅行 I didn't like the trip at all 我根本完全压根就不喜欢这个旅行 因为我觉得这个旅行 不是 terrific 是 terrible 能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那同学们 第二篇就到来了 我们一鼓作气 打开教策三二一夜 听门叫做awaken to remember 一个要去记住的周末 难道又是外出旅游吗 同样给大家五分钟 先通读文章 然后暂停回来之后 我们一起来学习 本课的文章的今天内容吧 一会儿咱们 非非英语不见不散